朱江会长您好 今天这个紧急会议呢 我知道您是中午基本上才召集的 包括韩桃总理事 还有媒体的这些朋友 还有总会的所有的这些协会 都非常积极的响应了 我想问您一下 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 我们召集这样的会议 为武汉为我们的祖籍国 来捐赠我们的 我们的利所能力的物力也好 财力也好 你想表达一样什么样的心情 我们实际上跟国内的 现在离不开 出不了门 被困在家里的所有的亲人一样 我是非常的焦急 因为现在我们一个是 第一原先是焦急资金 现在不仅仅焦急资金的问题 还焦急是不是能把这些资金 转化为救灾的物资 而且转化为物资之后 是不是能及时的运到灾民的手中 安全完整的运到灾民手中 这都是我们关注的 所以现在我们资金 现在解决了一部分 我们还在不断的在募集资金 同时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迅速的寻找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些购物的渠道 想办法让它变成国内最需要的医疗物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运送的过程中 我们也要求所有的同乡会 都有当地的这个红十字会 或者当地的一些官方的 那个就是接收的证明 这样我们保证所有的物资能准确 完整的送到所有的灾民手里 所以我们现在最希望的是 特别是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物资能送到第一线 特别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手里 是的 是的 其实这也是我们所有海外华人最想做到的 最实际的对祖籍国和所有 我们全国人民的一个帮助 那我想知道一下 那总会在这次活动当中 或者是同乡总会 就是捐赠了这个物品的这个数字 您现在有吗 现在这样的 我们现在物资目前收到的物资捐赠 已经在五万加元左右 而且后面还有陆续的再进来 也是以物资的形式 刚才蔡伟先生讲到 他们的五万个价值一万多元的 一万多元加币的口罩 下周就会晕到 另外呢 我们现在收到的现金的捐赠 已经在十万左右 所以我们现在总共在十五万以上了 那您估计这些物资 以及这些资金的这些资助 会多长时间能到达中国 我们希望着越快越好 因为现在我不知道 最终这个运输过程有多长 我希望的 我恨不得就明天就能送到 在民的手中 但是我们用最快的速度 可能最快的话 两三天可以到达中国 明白明白 所以呢 实际上我们全体海外华人 都会给您帮助 就是您只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您再从乡总会 你镇币一呼 会有很多华人都会站出来帮助您的 是的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呢 因为疫情的这个流行 让大家都会有些焦虑 所以难免会有一些 大家说的是谣言的产生 您对于这些呢 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希望 对大家的公众的一些言论的希望 实际你看今天我们没有人人戴口罩 不是说代表我们不怕 虽然我们害怕 但是我们不恐慌 为什么呢 因为加拿大毕竟呢 环境跟中国还有区别 毕竟疫情还没有蔓延 所以我们自己如果要是有了感冒 或者是从 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要保护好自己 特别是从国内进刚回来的朋友 哪怕是 不管是从哪里来 或者从疫区来 我觉得必须先自我的隔离 14天 然后呢 再有就是呢 那个跟朋友接触的时候还是要小心 另外你像到特别公众场合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 再有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庙会也取消了 因为我们就是想考虑到公众的安全 所以我们 我们希望 也就是希望我们的民众啊 大家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注意这个安全 但是呢 不要恐慌 因为有时候恐慌大于疫情 所以有时候社会的动荡 就是由于恐慌造成的 我觉得大可不必担心 加拿大医疗体系还是完整的 还是健康的 我们不幸看 可能疫情会有一点发展 但是不会是像中国现在 目前这种蔓延的状态 好 谢谢周江总会长 那样这样子 我们希望今天的这个捐赠仪式 能够顺利的把所有的财务 和所有的资金 就送到中国尽快 我们一定会的 好谢谢 谢谢周总会长